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如果是我们做警官设计的话 就是说 它是怎么一个流程 首先我们要一些什么样的图纸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的就是规划的图纸 规划会给我们总图 这这个园区啊 一个总体平面图 哪个呢 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园区的总体平面图 这个总体平面图 我们是一定要要的 如果没有这个总体平面图的话 说实话 你设计没法做 好 那总图的话呢 其实大家也都好理解 说哎呀老师有总图之后 我好做警官设计 我好知道这个楼具体在哪 但是呢 总图要完之后还不行 还应该要我们这个场地的 一个什么 树像图 树像图是一定要要的 你在学校里面 大家你们老师 给过你们树像图吗 这个东西 大家你们一定要有 一定要知道 这个树像图如果没有的话 警官设计做不了 这不是你学校里面 说随便随便 给你几个楼筷子 然后你中间 你做一个什么什么 这个宅建绿地就完事了 你是真真正正 你要去来看这个 这个园区当中 有没有树像上的变化 好吧 如果要是有的话 假如说东高西低 那你中间是要做挡堵墙 分级给他 这个这个这个处理 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场地当中 也有挡堵墙 看着了吧 这个这个 适政道路的标高是 六十三十六点七八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这个 圆区当中的 这个标高是三十九点零三 对吧 那这里面差多少呢 将近三米吧 是不是啊 将近三米 这个这个 所以的话你可以看到中间什么 白色虚线 这是挡堵墙 所以的话呢 我们警官设计在做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 这个挡堵墙 怎么去来处理 如果是大家 你们不关注这个树像的话 你在最后警官设计的 文本表达的时候 一定会缺一个什么 一定会缺一个挡堵墙的 这么一个立面上的设计 你用的是文化石做装饰啊 你还是要做一些 这种植物上的一些装饰啊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要跟甲方说清楚 因为这里面也算是 我们的一个设计范围 你可以看到红线在这呢 所以的话呢 挡堵墙是包含到 这个设计内容当中去的 如果是大家 你们没有关注到这个的话 那很容易就会露像 那甲方的话呢 就会有个问题 对吧 那个就很尴尬了 除了树枪以外 还应该有什么图 还有的话呢 就是综合国防图 就是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哈 这里面有一个图例 这个图例面的话呢 有这个规划的啊 包括园区当中的一些 这个管线 好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的话呢 每个管线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图层 好吧 每个管线给水管 然后的话呢 这是什么燃气管 这有什么 鱼水管 你能在燃气管上面 给我做个亭子吗 这不行吧 附土都埋完了 比方说 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对吧 然后的话呢 你们你们作为一个警官设计师 给人在燃气管上面 光一下 做了一个亭子 做了一个廊架 然后的话呢 工人不知道下面有管线 公公公 就跟着图纸开始挖 外面之后 光一下 把这个燃气管线 跑出来了 跑坏了 怎么办 优惑者的话呢 假如说这里面还有什么 还有划分池吧 对不对 10号划分池 11号划分池 12号划分池 这里面 划分池上面的话 大家假如说 你们觉得说 老师这块空地不错呀 我在这里面光 给他再来个廊架吧 正好在划分池上面 来个廊架 这可以吗 这肯定不可以啊 你到后期 你的总图 你在做的时候 你要干嘛 你是要把这个地方 给它圈出来啊 这里面划分池 划分池旁边有个什么 有个变点形 是不是 所以你这里面 如果要是做一处形象的话 它作为一个次数口 你要做一个大门 做一处形象的话 你是不是得考虑一下啊 这个地方怎么去来做 是以种植为主啊 还是以井枪为主啊 是不是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 变点形象给它干嘛 给它遮挡一下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这些东西 你们都是要在工作当中 如果要做这个 居住小区设计的时候 这些东西 你都要去来看 你不看有些同学 就是瞎摸碰子号那种 对吧 做完之后 就是没法落地 没法落地 听懂了吧 变点锁 这里面可以看到 有这么几个 然后呢 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呢 比方说像这个 可以看到燃气 燃气的话呢 在这里面有一个小缝盒子 燃气站 然后的话 燃气站的话 如果是按照你家出火的 那个压力的话 它是不是有能量的损耗啊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有一个燃气条压站 所以就是说呢 这个燃气条压站的话 我们能在旁边 给它设计儿童区 什么之类的吗 这是肯定不可以的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发现 中国国防图 也需要关甲方 去来干嘛 去来索取 没有图的话 大家我们完全可以 有理由干嘛 我就不给你做景观设计 因为这些图纸的话 你不给我景观设计 没法做 那除此以外 我们还要一些 什么其他的 全图纸 我给大家开设了 这是建筑的施工图 首先的话 我们景观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景观施工的时候的话 建筑有没有做完 建筑是不是 什么东西都做完了 外里面都做完了 所以的话呢 有可能就差一个什么 差个精装修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园区当中的话 基本上什么都不完事了 就差什么 就差景观了 所以景观的话呢 在我们整体的居住小区的 施工过程当中 它属于一个什么 它属于一个末端 假方的话呢 先拿规划图纸干嘛 去拿地 拿完地之后的话干嘛 就去来卖房子了 你知道吧 现在我们国家特别奇葩 我们卖的都是七房 就是说呢 就是说你来寿路处了 但是的话呢 这个房子是两年之后 才能交房 对吧 就我现在房子还没建成了 对吧 可能我现在房子 就起了几栋楼 样板间有可能都是临时的 这个就可以能卖 这个就能卖出去了 好吧 等建筑建完之后 房子早就卖完了 一般的像一线开发商的话 一两个月就清盘了 对吧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我们的这个 我们国内的话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规划拿到地之后的话 这边可以开始卖房了 拿了售房许可证 拿了各种证件之后 就可以开始卖房了 建个示范区 然后的话呢 搞一个临时的几个小房子 给他搞个样板间 就可以开始卖房子了 然后的话呢 建筑呢 建筑这个同步 对吧 开始进行 其实呢 像我们景观设计的话 我们景观设计在做的时候 有可能房子卖煤了 你知道吧 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 从工作这个环境而言的话 整体的这么一个流程 我们作为景观设计师的话 这些提案图纸是一定要要的 我给大家 首先我这个 还是要画一下吧 写一下吧 我怕大家你们 这个到处忘了啊 记得哈 一个是什么呢 规划 规划的有什么 要提供给我们总图 对吧 总图 然后的话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树像图 总图树像图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 综合国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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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也是要 也是管规划要的 但基本上 他们这些图纸的话 都在甲方手里 甲方应该是最后一版 然后建筑的话呢 建筑应该有建筑的施工图 这些图纸都要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什么呢 开始景观设计了 好吧 居住小区 就是在工作当中的话呢 它就是这么样一个流程 希望大家以后记清楚 这些条件图纸的话 一定要 这个 就是弄全了之后 才可以开始景观设计 这里面还有一些东西 需要提醒大家 就比方说 这个园区当中 有一些这种 洋红色的小体块 这个小体块啊 是我们的采光景 跟通风景 因为呢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呢 它的负一层 是有一个人房的 这么一个停车场 全覆盖的 这么一个停车场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是什么呢 是它的一个通风口 那我们在做景观设计的时候的话呢 不管是从路网 还是从功能上的设计 都要干嘛呢 想办法去来化解掉它 因为这种通风口的话呢 说实话一般情况下 都不会太好看 对吧 不管你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设计 基本上都不太 都不是太好看 再有的话呢 就注意什么呢 我们消防灯高的一个什么 消防灯高场地 好吧 消防灯高场地 这个东西也是规划设计师 应该给我们的 那我们这里面做设计的话呢 要巧妙的把它 避开 或者说 巧妙的把它化解掉 好吧 这个要清楚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